本月1号起,加州的租客将面临着新一轮的房租上涨 租客数量众多的洛杉矶华部居民最近也组织了抗议集会发生 不少的社区人士更是担心租金的持续上涨会进一步加剧当地社区的贵族化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连线本台主洛杉矶记者何夕元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夕元你好,对于此轮的涨租,洛杉矶华部的居民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好的,思思,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 洛杉矶当地的居民呢,其实就已经进行了一次集会抗议 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接下来可能会有连年涨出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根据加州2019年通过的AB1482法案 那么加州每年的房租上涨呢,最多是可以涨5%加上当年的通胀 或者是最高不超过10% 这个法案当初通过呢是希望限制涨租 相当于是给租金上涨加上一个封顶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过去三年因为疫情通胀率是飙升 那么在去年呢,加州的这个房租上涨是达到了最高的10% 而今年洛杉矶当地呢,那个上涨幅度也是超过了8% 所以居民们是非常担心如果接下来按照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否会每年上涨超过10%或者是在10%上下 那么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是非常难以负担的 而且呢,今年更加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年洛杉矶当地的这个租客 禁止驱赶租客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令是到期了 那不少租客他面临可能一方面是要偿还 之前在疫情期间欠下的很多的这个租金 另外呢,因为又面对房租的上涨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难以负担 思思 我注意到啊,初来发生的这些民众 重要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去保护这个可负担住房 那么这一轮轮的涨租是否对当地的可负担住房造成了影响呢 好的,思思,其实事实上对于当地的 特别是洛杉矶华部这些有租金管控的可负担住房 这个涨租的这个限制其实并没有对他们有直接影响 但是很多人出来发生的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 在洛杉矶华部有不少的这个可负担住房的公寓楼 在未来的一两年 他们的三十年期的这个租金的这个管控的合约即将到期 他们都很担心一旦到期的话 房东就会将这个房租进行一个猛涨 因为之前在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 当地就有一个公寓楼 因为它的这个三十年期的合同到期 所以房东是把原来将近95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租金 猛涨到了3000多块钱 与地区的这个租金水平相持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上涨了300% 对于当地的一个租客来说 真的是非常难以负担 那么他们担心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会当很多越来越多这样的可负担住房的合同到期了之后 房东也会效仿此 然后把这个可负担住房的合同就直接给移除了 然后他们将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涨幅 不仅仅是10% 而且可能是300%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社区人士也是更担忧 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发生 会让社区的这个贵族化情况加剧 思思 目前在全美各地的华步啊 基本都在面临着贵族化的这个问题啊 洛杉矶华步是否也是正在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呢 是的思思 其实洛杉矶华步它一直在经历这个贵族化的一个过程 不仅仅是洛杉矶华步啊 其实这周围的这个小东京或者是韩国城 其实也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阵痛 因为这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 洛杉矶华步它的区位优势摆在这里 它紧挨着洛杉矶的市政厅 以及当地这个地标的交通枢纽 联合车站 可以说就是它的区位优势摆在这里 想要不涨租是非常难的 而且呢 就是根据这个华步当地的这个 他们的费力性组织 他们的一个调研 就发现当地90%的 就是居民人口构成呢 是老年人租客以及低收入者 那么这些人群呢 他们其实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部分人呢是住在这些 租金超过3000的这些豪华的公寓里 另一部分人则住在条件比较差的这些 可负担住房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部分人 他们的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娱乐生活 以及他们去下的馆子可能都完全不同 而这也正是贵族化下不得不产生的这样非常无奈的这个社区撕裂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些帮他们一直争取的社区人士其实也很无奈的表示 也许贵族化最终是不得不到来的 因为华部他的优势在这里想要不长租很难 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做的是尽力去延缓这个贵族化的到来 为这些长已经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这些老人低收入者争取空间 让他们不至于失去了生活很多年的家园 也是离开不得不离开他们生活了很久的社区 思思 之前我们也跟咱们驻华盛顿记者燕田探讨过 因为这个贵族化当地正在经历着这个消失的唐人街 那洛杉矶华部是否也是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呢 西元 是的思思 其实洛杉矶华部就是他的这个相当于是华裔人口的出走的话 我们可以更早追溯到大概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当地的租金就开始上涨 开始经历个贵族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导致当地华裔人口外迁 另外还是因为因为这个就是川普汉 华部它的这个位置比较小 然后当地华裔人口急速上升 所以呢就是当地的华人也是不停的外迁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思慰的看到啊 就是当这些华人离开了洛杉矶华部之后 他们找到了更广阔的空间 而不是说散居到各处 大家不再聚集在一起 而是形成了一个一个 就是当地以华裔人口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华裔人口的一个城市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啊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盛盖博谷 它是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不仅仅是华裔区或者华人区 而是华裔城市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诞生了全美国首位的这个华裔的市长 全美国首位的这个国会议员等等等等 这里已经成为了华裔的摇篮 也可以看到华人在这里是更好更广的去这个落地生根 思思 谢谢谢谢西元 时间有限咱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我们的观众您有任何的对这个话题的想法和看法呢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或者直播间跟我们来留言互动